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有一个周老爷 生意做得很大 家里有数百万银元的家产 在那个年代非常有钱 他手下湖南公司的一个经理 看湖南发生了灾光 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 这个经理就认捐了五百银元 而这个周老爷 怪这个经理善作主张 捐得太多 发了很大的脾气 区区五百银元 对这个老爷来说 简直是九牛一毛 但他还是舍不得 有人问周老爷 如何积累了这么大的财富 周老爷回复说 没有别的法子 只是积而不用 后来 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 遗产有三千万银元 子孙把十房全部给分了 可是呢 没过多久 他的子孙就全部掰光了 你看 这个周老爷这么有钱 还这么吝啬 只想着怎么办 钱留给子孙 可是子孙呢 败得干干净净 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唏嘘不已 我就一直在想 父母应该留给孩子什么样的遗产 富不过三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前天 我去看了一部电影 叫《历刃出窍》 也正是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这是一部美国的悬疑片 大咖云集 剧情也非常精彩 一个接一个的反转 看得十分过瘾 《时代周刊》把这部电影评为2019年度十家电影之一 在国内一经上映 就口碑炸裂 豆瓣和猫眼电影 都给出了极高的分数 桌子在这里就不剧透相关情节了 只和大家聊一聊电影中的家庭关系 哈兰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靠一台生锈的打印机 白手起家 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 他的书卖出了八千万本 翻译成为三十多种语言 他也因此积累下了亿万财富 展开全文 但就是这样一个富豪 却在自己的家里割喉死亡 警察过来调查 真相 他死之前 有一大帮儿孙 他们看上去全都光鲜亮丽 有和他一样争气的大女儿琳达 有帮他打理出版公司的小儿子沃特 还有人称 贷货女王的网红儿媳乔乔妮 可是 随着剧情的推进 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伪装也被一点点撕去 他的大女儿 总爱吹嘘自己是白手起家 但其实父亲给他提供了一百万美元启动资金 他极其自私 色列内人 生怕父亲会因为这个钱而占他公司的股份 因此 逼父亲签下无偿赠予的协议 之前 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体念 但是一听到得不到父亲的遗产 就露出可怕的獠牙 他的小儿子沃特 只是趴在他身上的吸血虫 说是说 替父亲打理公司 但是 其实无时无可 不想着榨干父亲最后一滴鲜血 卖更多的版权赚钱 如果他失去父亲的庇护 会毫无价值 所以 当父亲说要把他踢出公司时 他情绪异常激动 他的儿媳瞧你 说是说 带货网红 看起来白莲花一样 但其实他的生活早就成了问题 还每个月从公共手里偷闲他的大孙子 对 没错 他就是美国队长陶总 极其聪明 但他整天游手好闲 花天酒地 在各大俱乐部充值昂贵的卡 以他的聪明才智 干什么事情干不成 但他偏偏在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邪路 把自己送入了万丈深渊 除此之外 还有他的女婿 看起来是偏偏公子 但其实在外面出轨 包养情妇 还有他的小孙子 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 为了遗产 竟然说 自己的爷爷和女护工通兼哈兰的子孙们 从外表上看 是一副欣欣向荣 自立自强的表象 其实 全都是可悲的寄生虫 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们这一家子人对女护工马塔说他就是他们的家人 非常关心他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说什么的都有 囊括了整个拉丁美洲 厄瓜多尔 巴拉圭 乌拉圭 巴 西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明确的答案 他们不关心父亲的精神世界 不关心女护工是不是真的对父亲好 不关心家中的老奶奶到底多大年纪了 甚至在父亲死后 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也只有一件 就是遗产如何分配 可想而知 如果哈兰的遗产全部被子女们继承 他们一定逃不了付不过三代的魔咒 很快就会被败光 所以他才会在一周前临时修改遗嘱 这才是整部电影真正好看的地方 02哈兰的子女们 让我想到去年一起轰动全国的杭州富二代诈骗案 出生于1989年的张小安 父亲是卯房地产公司的高管 特别宠这个儿子 基本可以算是予取予求 为了支持儿子创业 张小安的父亲和叔叔 给他投资了八千万元 爱子心切的丈夫 还把四处房产都过户到了张小安名下 可是 他根本没有做生意的天赋 很快就赔了个点掉 于是 他开始打起了合伙人的主意 将他们的投资款 全部诈骗进了自己的口袋 前前后后共有1.7亿元 被指控时 1.7亿元已经全部被张小安挥霍光了 一点不剩 按理来说 家里给了他八千万 还有四套房产 再加上这1.7亿 怎么就能在短时间内花得干干净净呢 不得不感叹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张小安 真的太会玩了 去外地收车 拆旅费得上万 给网红刷礼物 一刷就是十几万 交往一个女朋友 说买房就买房 眼都不眨 短短两个月内 去了十一趟澳门 输了大几百万 最后 面对诉讼和索赔 他年仅七十岁的父亲替妹横流 拿什么赔呀 儿子不争气 自己年纪也大了 已经没有了赚钱的能力 连养老的钱 都被儿子败光了 中国有句俗话 再卖也恋不心疼 父辈们辛辛苦苦 挣下的基业 后辈们因为他没有经历 那个奋斗的过程 体会不到其中的价值 你说花就花 说卖就卖 没有什么情感 有人说 这只是孤立 说明不了什么 但你随便摆读一下富二代挥霍完父母的财富 露宿街头和堆监狱的 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常常说 败家子 败家子 而我们这个社会 败家子真的太多了 这些父母 能够留给孩子的 只有金钱 但金钱来去真的太快了 而且一个无能的人 就算拥有了巨额的金钱 也会摧毁他 为什么很多家族 无论曾经多么顶盛 经过两三代之后 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呢 归根结底 是因为大多数家族当时传下来的 只是金钱而已 没有教会子孙为人处事 没有传递给他们精神 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 正如清华大学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说的 钱的传承只是一个结果 只是表象 如果只看到钱 那就是这本竹目了 家族财富的消失速度 将会是惊人的快 在家族传承中 有笔金钱 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能力 精神 品格 道德传家 时代以上 更独传家次之 诗书传家又次之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零三那么 怎样才能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呢 美国繁盛了六代的洛克菲勒家族 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 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一代 是约翰洛克菲勒 他做石油生意发家 十九世纪时 成为全球首位亿万富豪 但他一生都很勤俭 故意在俄亥俄州的百万富丰区 挑了一个中等房子 让孩子们从小过普通中产家庭的生活 他的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在八岁前 一直穿他姐姐穿过的衣服 他的后代们都保持着记账的习惯 每天睡觉前 记下当天的所有花销 并且要写清楚买了什么 为什么买 另外 约翰洛克菲勒还给后代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有自己的家规 写给儿子的信中反复提到的冒险 勇气 乐观等品质 正是在这些精神 而非金钱的指引下洛克菲勒家族已经绵延到了第六代 共有242名成员 能人背出 不仅是主宰美国的富豪阶级 而且是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精英阶层 他们中 有美国副总统 大慈善家 风险投资一开创者 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 这是国外 而我们中国同样也是如此 曾国藩是无比牛逼的人物 曾经率领乡军打败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 后来 他创立了两环盐票 盐票非常宝贵 每张票价二百两 后来卖到两万两 当时贪腐非常严重 有人劝曾国藩也动一下手脚 但是曾国藩就下了死命令 曾氏一家人都不准领取 而且在他死后的很多年 曾家也没有领一张盐票 曾国藩当时死的时候 没有留多少财产给子女 但是 他传递了一种精神 后来 曾国藩家族过得怎么样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家族是中国近二百年以来最成功的家族 没有其一 有人曾经统计 曾国藩家族八代中 没有一个败家子 三代之后 依然人才不断 比如 曾孙曾招权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士 湖南大学基电系主任 曾约农 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曾宪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除此之外 女儿孙女这一系 那人才更是了不得 外孙 聂云台是上海总商会会长 开办中国第一家纺织厂 还有好多开国元勋 都跟曾国藩家族有联系 曾国藩家书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是他传递给子孙们的精神和智慧 1950年 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 企图把我们封杀的物资匮乏之中 霍英东组织了一个规模浩大的船队 突破战英当局的封锁 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 有效抵抗了西方国家的封锁 这种精神 感动了他的后代们 并成了他们的一致 他的孙子霍起刚毕业于牛津大学 彭博罗克学院 经济学管理学学士学位 中学士以全A成绩考入牛津 毕业后在高盛座 过分析师 妻子是跳水皇后郭晶晶 他和郭晶晶结婚的时候 沙特王子 约旦王子 三任香港特首 李嘉诚 成龙 李云迪等 一千八百多名各界名流道场祝贺 这种场面 和当年上海大佬杜月生有得一比 但是 他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呢 他们拥有百亿身家 但生活简朴 有记者拍到郭晶晶带孩子逛平价超市 买水果蔬菜 给孩子买几十块的衣服 二百元左右的鞋子 和普通家庭没什么分别 郭晶晶夫妻 还带着儿子在田里插秧 儿子满腿泥硬 但神情很认真 不是他们作秀 也不是因为节省 而是他们想通过自己的行动 传给孩子一种精神 给他一种好的教育 只知道刘钱的教育 是爆发护教育 而不是真正的有思想 有异议的教育 领导虎门硝烟的林则徐 一生清贫 子孙没有继承他多少家产 他缴获鸦片时 有人对他说 用这些鸦片弄个几百万银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他不为所动 后来他的子孙数代书香不断 清朝的时候进世 举人数不轻 直到现代都有很多优秀的子孙 比如说最高法院院长林祥 道德品质非常崇高 颇有当年林则徐的风范 林则徐给后人留下了两句话 子孙若如不我 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 财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鱼而多财 亦增其果 这两句话闪耀着智慧的真言 直到今天 依然对世人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利润出俏中的哈兰一直是精明强势的 但步入晚年后 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子女们是不是太宠溺了 没有给他们去广阔世界里闯荡的机会 所以他们一个个才这么不争气 所以在意外发生前 哈兰就修改了遗嘱 并选择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 和儿孙们一一摊牌 他告诉儿子沃特 以后不必由他来打理公司事务 他的出去自己创业 他告诉儿媳乔义 从此以后要掐断供给 一毛钱都不再给他 他告诉孙子兰森 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 都将得不到遗嘱 听上去很残忍 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哈兰终于知道了 什么是正确的爱 爱子孙 不是把所有钱都留给他们挥霍 而是要告诉他们 自己想要的财富 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挣 不能一辈子依赖别人 哈兰的子孙们会因此奋发吗 影片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 但是我想至少他们拥有了一线生机 拥有了靠自己打拼的勇气 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我以为自己猜到结局 总却是被打脸 我准备去二刷三刷了 里面的许多细节 真的太有魅力了 看完电影 我最深的感触是 父母对子女的一生影响太大了 用我们老祖宗的一句古话来说 就叫忠厚传家酒 诗书记事成 当外面风大雨大 父母要做的 不是为孩子营造出一个温室 而是放手让孩子去雨中奔跑 因为她终有一天会离开你的世界 和环抱了 那时 你是希望她已经学会从容地面对风雨 还是无助的在风雨中哭泣呢 独立健全的人格 才是孩子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让孩子成为精神上的贵族 才是家庭教育最大的成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